在播放 喂, Hey,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3日 今天呢 就跟進這個洗頭艇事件 首先現在來了 民主黨有沒有這麼醜? 你好了 真是 之前把Poster用了羅冠聰那件事 都未同你計算 然後呢 想進去 想到已經整隻焗焗焗焗的 又在說什麼呀? 哎呀 如果朱議員沒有了議員的身份 難道叫那些家屬向建制派的議員求助嗎? 我只能夠這麼說 他不出聲的話 人們都常常明白 他一出聲的時候 我覺得簡直是破功 什麼叫破功? 連一粒手工紗都沒有了 哪有這麼醜怪的 他的意思不是議員的身份的話 就沒有人注意了 喂 你放了自己上賭桌 那意思是什麼? 如果你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的時候 跟進極跟進都跟進不到的話 而Ritch現在的狀況就好像是這樣 又不讓律師見 喂 這樣的時候 你這次一鋪過 跟你說 議員完全沒有用的 有人關注也沒有用的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我不知道 他們自己內部會不會覺得 黃碧雲這樣說話的時候 莫非他喝了元水? 出小句聲當幫忙那批? 尤其是初選的時候 這傢伙都落選的 他其實沒什麼說話的 但是 有得做的時候 有得做就 簡單說 就是 拔三尾 保住人家的腳 哎呀 你不可以的 你讓我進去啊 然後人家一腳腳踏進去 還要哭著那一隻 唉 實在太噁心了 好了 不要說他了 有時都懷疑的 他邊忽民主呢 由頭體到落腳 說回那12名青年先 你看到了 他們的被捕 以及林鄭月娥的反應 其實正正印證了 對呀 赤裸裸印證了 不過這點都不用說的啦 即是印證了 你這12宗 是12宗潘曉穎事件來的喔 你林鄭月娥竟然可以不聞不聞的 正好印證了就是 林鄭月娥當日 她說什麼 逃犯修訂啊 各樣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謊話來的 那當然啦 這些個個都知道的 只不過有多一宗坐證的意思 但是她那些 evidence 即是那個坐證 其實就已經可以說是鐵證如山的啦 即是我都不知道proof給誰看呀 你甚至乎是那些藍椎蟲都會認同的 藉口而已 只不過他們的態度是什麼呀 中央喜歡推什麼就推什麼咯 即是他們贊成公有制的嘛 我就經常說咯 那些藍椎蟲的身家 性命財產 包括他們的家爺仔 其實全部都應該奉獻了祖國才是的嘛 最近他們都交不了貨啦 叫你做全民檢測各樣 那些藍椎蟲都不肯去的 要找那些最中心那批咯 最中心那批驗完又驗 喂 再驗啊 那些藍椎蟲都被人勾出來的啦 講緊啊 鹽王要你生根屎 不許留人到五根 他們都滅入封都城而已 滅過奈河橋而已 就被人勾這根啦 是不是這樣說呀 那不是 嘟喉嚨而已 又跟勾你根不同的 癡你根就有地份 所以你看到了 喂 這單正正就是咯 牽涉到不同各境之間 那個爭拗的那幫人 12位青年 都是想著在邊境那裡玩水的唷 可能 是不是啊 你這樣就騎走人了 誰跟你講 他們一定是偷渡的啊 飄了出去就不行啊 你過往呀 都有人好像說呢 在深圳那裡不知道做啥 跟著遇到些不知什麼意外 然后飘过香港的国境,即是中国国境那里,过了中国国境来到香港 那那班人又怎么计算?你自己那些余船走过去阿瓜多尔,过了界了,那里真是过了界 越南那里我当你不知道,那阿瓜多尔,你说阿瓜多尔水域在哪里? 那里就真是过了界了,朝鲜那里也是过了界了,虽然他只有一次过界的机会 人家整家和你融化了他,即是他变成了,真是了,胃尔,是阿瓜和,一个炮弹车过去,船上好像有三个不见了,即是变成了鱼猫哈蟹的食物 那整件事,蓬佩奥说的就是说,喂你林郑月娥说保护这个香港人,希望你这个承诺不是假的啦,他不用希望,必定是假,保护香港人 不残害你们就算好事的啦,草地贪野蛾来的嘛,那你现在里面那些人来说呢,有些是有长期病患的喔,即是包括可能有哮喘,皮肤病啊,抑鬱症啊,而你不准去见律师,又不准打电话 甚至乎,他什么情况,那其实他又不可以被你接触到的,即是又是混混恶恶各样,即是他讲有史,不讲有史,这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是,即是这些是一向他那个恐吓的手法来的,加下你不是很害怕先,再加上啊,跳一 这些东西出来,讲话的时候啊,跳哪些东西啊,又是啦,即是我极度怀疑他的身份,不是姓洪甘地喔,他是姓洪甘地喔,即是这个,钟姓洪啊嘛,无端端跳出来的喔,刚巧得这么巧的呢,即是我就是觉得他非常之,就好像受了指令那样的喔,他在这里说什么啊,即是曾经协助五个人啊,啊,那你现在是不是在说,即是你自首啊,他说什么啊,有五名啊,这个所谓的抗争人士啊,去到台湾的时候啊,他说什么啊,有五名啊,这个所谓的抗争人士啊,去到台湾的时候啊,他说什么啊,有五名啊,这个所谓的抗� 那时候被人扣押各样啊嘛,那当然要扣押啦,你不知道头不知路各样,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间谍来的啊,人家当然是要审的啦,那但是啊,啊,搞笑啦,总之国民党说些东西呢,都不是好东西来的啦,即是南营说的,他说将台湾人道的形象培光了啦,不方不培光啦,你找个王金平出来,啊,那我就不知道啦,到底是他连结了王金平那条线去攻击陆营啊, 啊,还是是以猪队友的身份,泄露了一切的逃亡路线呢,虽然,即使啊,你真的有这些这样的逃亡路线也好,喂,其实都很高危啦,就是,你留在香港可能更安全点,不是被人一只又一只掩走了啊,这个不是讲玩的哦,就是你无端端飘洋过海,很多群人,最近才有一些余损,啊,好像在东沙群岛那边,在这里游来游去而已嘛,你随时是可以扮这个所谓的逃亡人士,然后走去台湾的哦,所以人家 啊,就是,完全是,将你那个活动范围,收窄,透压着你先,那这个都很正常的事哦,就是怎么样,还要以上斌之礼看待啊,不知头不知路,还要是,他变相呢,就合理化了这个,叫做偷渡论哦,谁说人家偷渡的,豈有此理啊,真是,就是你那五个就真是啦,这个人犯法,啊,钟胜红的嘛,是理论上呢,应该将他送回香港,引渡就要敢引渡,台湾当局啊,陆委会叫你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就是,就是, 叫你不要揣测,那内地的,当然就是,哼,这么好心啊,所以就说,无事献因勤非奸即到,已经准备好那些律师事后他们的了,是啊,用事后的,那你说人家安排那些律师,会是什么律师啊,就是,喂,你快点认了他啦,滑压啦,啊,如果不是,那所以,这12位青年的家属全部都已经拒绝了的了,哇,大佬,当然是拒绝啦,不是答应的嘛,到时都没有啊,好啦,那说回这件事的impact了,就是你不要以为小事哦,啊, 哇,好严重啊,这件事,为什么啊,他随时好像李波洗头艇那样的哦,就是你现在就是这样做啦,不断地挖开个洞而已嘛,啊,将这个法律的缺口啊,挖开而已嘛,到时随时的,在香港脱离了你,跟着呢,车过去水域那里接送而已嘛,他不走陆路那样的而已哦,你都可以走陆路的,跟着就说他自愿回上去协助调查,或者你说他偷渡罗湖边境都可以的哦,又或者啊,在西九那里已经可以这样做啦,滴过去完之后,哦,他偷渡去西九,你今次是水路士那样的嘛, 你可以陆路士的哦,跟着随时动个人出来,是啊,我协助他们呢,就这样,那样,甚至乎那个蛇头都捉了,跟着又坏人组织偷渡啦,哇,如果此例一开人,无日无知啊,这些这样的案件,他喜欢老粒哪个又老粒哪个了哦,还有人家,很明显就不会偷渡入你各境呢,豈有此理,他现在已经是不人道的对待啦,你那12名人士,有长期病患各样的,都没有人辅导的,又没有药食的,又不可以见律师的,你说他们在里面几大压力,所以这样东西其实啊, 又是开坏先例的,啊,你自己看一下啦,你孟晚舟那些啊,今时今日,人家啊,还叫做,上宾之礼对待啊,你带个脚扣就可以周围走啦,你那些康明海那些,今时今日去了哪儿啦,那跟着桂民海那些呢,啊,又被自认做中国人啦,啊,又自...自己认啊,啊,什么都自己认的啦,自己认愿意协助调查嘛,然后被人拉回去半十六嘛,这么多自己愿意协助调查,这么多自己原先是中国人,你不要说康明海自己都认做中国人, 即是他的意思迷啊,你是中国人的话,你无论身处何方,你都要万邦来朝啊,接受他的管核咯,他第38条又写得很清楚的啦,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邦,莫非王臣,喂,这样搞法的时候,他真是统治全世界了,已经,真在啊,他现在未宣布而已嘛,迟下宣布的时候,即是随时拘捕蓬佩奥的嘛,拘捕了特朗普的嘛,是不是这么说啊,你猜他不想啊,不敢说而已嘛,不出奇的哦,即是可能都是洗头艇来的而已哦,跟着随便播一些片给你看,然后就说, 偷渡啦,你看回陈彦霖那件案,哪有人啊,判的时候啊,啊,跟陪审员说,哎,你不可以判,说他呢,就是自队的,也不可以判呢,就说他是不合法地被队的,两样都不准判,只是说传疑,你说什么啊,传疑时代啊,传疑时代是什么啊,没有记录那些啊,信使那些啊,传疑时代啊,即是夏商周那时候啊,夏朝之前啊,夏朝之前,大雨治水啊,皇帝大战痴犹啊,那拿到传疑这个结果就肯定的啦,原因只有一样东西,即是那帮人想着啊, 就已经臭屎脉袋的啦,但是啊,没想过是什么啊,即是原来陈彦霖啊,是游泳建将来的嘛,那游泳建将是不会选择一个,因为我假设他有兴生的念头啦,他不会选择一个自己了断不了自己的方法兴生的嘛,那还有我也说过啦,香港是不会选择水路的,我是指如果你打算兴生的时候啊,你过往那么多年有多可啊,即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啦,他们可能日日有发生啦,不出奇的啊,即是广东沿岸一带,是的啊,福建啊,上海那样,可能经常飘飘飘下,长江那样, 那头又是,即是他们可能就习惯啦,喂,这里是国际城市来的,你跟人说日日,日日都有些浮A浮B浮C,你不是讲笑啊,那无怪乎啊,你强积金都那里走了41亿啦,你说为什么强积金会走41亿啦,那些人退休啊,你compare一下就知道啦,还要现在讲的啊,他是不给那些所谓的BNO人士,即是如果你想走的话,他不给你作为藉口的哦,那既然是这样啦,有些什么人又提走了呢,那他要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当然有他的目的啦, 这个目的很简单的嘛,他就是要制造一些非常之有恐吓性,恐吓性的那个画面啊,即是其实你不是只有周梓乐陈彦琳他两个的嘛,其实是很多很多的人的嘛,有些是没名,没姓,然后不知道干什么事的咯,即是正如游堂宿舍那里,在个气窗那里,无端端被人啊,推了下去那个啦,直接那个就是嫌疑的地方的哦,你拍了的啦,哇,还要啊,拍到那个菲容啊,都被人抓了,什么事真是,即是那件事情我反而觉得, 他就没有遇到的,我说游堂那件事,即是不是陈彦琳那件事,那还有你又被人找到了,即是陈彦琳,你那个妈妈都讲大话啦,你说他什么呀,越来越不认同那个运动各样的,被人找到他是经常参与的嘛,他就走去制造这些光怪陆离的事件咯,即是要制造到的效果就是,那你知道啦,搞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一定没有好结果的,啊,就算是,即是他就是狗品芝麻官示范给你看咯,你咯咯,你咯破喉咯都没人理你的啦, 不,又是谢言啦,谢老师的,谢老师,都是老师来的,谢老师啊,说那些东西咯,他说什么呀,扣证,旁证,逐种,逐协,逐位,全部都是我的人,这些跟我斗啊,啊,他就是想做到这个效果而已嘛,也就是说,你看到,你明知道的啦,你没有证据啊,就算证据来讲,都是我提供给你的而已嘛,你怎么跟我斗呢,他就是想做到这个效果而已嘛,所以,你又不要跟他作对,这样的意思咯,查识那些人啊,都免得跟你作对啦,你看到那41亿强积金, 那你就知道啦,那些人是抱着什么心态啊,避秦那就算啦,当然有些人很不奋气啦,这个原本是我们的家园来的哦,你叫我避秦,你今天避得,你避到多久啊,哼,那就不知道啦,就是你避到多久呢,就要看下11月的大选了哦,就是先世避秦时乱,书香土之人之耻啊,啊,桃花圆记,你以为那里桃花圆啦,其实呢,免得你不知道的,就是英国国会方面,啊,澳洲国会方面,美国国会方面,有多少是他的人啊,你真的觉得有点夸张的哦, 就是如果不是今年的时候啊,你都觉得,哇,有没有这么可恶的啊,全部都现型那样的啊,啊,现在今时今日就跟你说啦,真是现型哦,昆虫现型机哦,全部都是他的人来的哦,你只能够说,最厉害的是什么啊,中国人真是厉害的有一样东西,踏马咯,14亿,要多少有多少啊,那都是那句啦,你又不要动到他的边境,什么叫不要动到他的边境啊,就是你那些水路啊,各样啊,被人骑走啊,非常之indirect的方法呢,啊,你就不要想啦,如果不是啊,有多一个人, 在落在他手上啊,是啊,我用落在他手上这句说话,就是你说够又不是,不够又不是的,为什么啊,就是好像康明海那些而已嘛,加拿大的公事啊,前公事啦,他没有公职在身的啦,就是搞笑的,说春莹,啊,春莹在这里讲些东西也是搞笑的,他说12个人啊,啊,就是啊,是并非偷渡啊,是想将这个国家呢,分裂出去,哇,搞笑了哦,人家都已经是,就是逃离你这个地方的啦,你这个,这番说话就是说,当天那些越南船民就是想将这个越南分裂出去, 哇,他这个很大指控哦,都不想的,留下在你这个地方的啦,还说人家分裂你哦,啊,有没有病啊,这个人,就是这些就是被迫害妄想症啦,那为什么说够又是不够又是呢,就是你够的时候可能啊,哇,他吃过翻沉味,12单不够,做多N这样的单的哦,但是呢,坦白说啦,他现在就,我觉得很不理性的,很多东西都,你又不要以为他,真的玩些什么,人质外交各样,就是你看到TikTok那单东西,钱都不要的时候呢,他似乎最重要都是维护自己那个核心,啊,就是集核心, 集核心于核心之地带啊,真的,啊,集所有力于核心啊,那只能够说国际间啊,啊,都是要持续关注这件事啦,就是,今时今日,啊,虽然知道哦,你香港其实都还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的哦,啊,不过很难说了,就是,过了几年就不知道啊,那些洋人到底知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呢,啊,有空要去南桂坊那头访问一下他们啊,啊,暂时来说就访问不到,眼罪令啊,今时今日南桂坊应该,就是,变了个灵堂都似了哦,好,今天讲到这里, 呢,哈到这里,看到了